花蓮女中日前为高一新生办理环境教育校外参访活动 将近400多位的学生在老师以及环保志工的带领下 参访了花蓮市卫生掩埋场以及清洁队的资源回收分悬场 市长为家业也特别前往欢迎同学们 并且鼓励学生从源头减量做起 并做好资源回收的工作 共同守护生活环境 花蓮女中将近400名高一新生 在日前前往了花蓮市清洁队资源回收分悬场 由队长吴庆展亲自带领同学以一导览认识环境 在堆积如山的资源回收物中 队员们一致排开进行分类检查工作 也让同学们看见清洁队的辛劳 提认到落实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那在这边我们将我们整个我们环境的一个环保的一个概念 跟我们学生分享 那未来也希望他们能够充当我们的小小环保的一个煎冰 能够将我们环保永续的这个概念 分享给朋友跟家人知道 也希望说能够尽量用重复性的一个餐具 跟重复性的一些 不管是碗或是杯子或是任何的一个餐具 那也希望说这样今天的这样一个课程的分享 能够让他们或许更多的一些知识 因为地球只有一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守护这一个地球 花莲市每天平均的垃圾量大约有65公顿 资源回收量大约88公顿 家用垃圾在台泥气化炉正式启用前 只能先行打包后堆之在掩埋场 市长威嘉宴希望能透过环境教育校外参访课程 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小小环保专家 为环境整洁尽一份心力 共同守护地球及生活环境 记者 徐立琴 花莲电视报导